這個書桌陪伴了我大概十幾年 將近十年 將近十年的時間 然後我現在把它換掉了 因為主要是它格子很多 這樣我東西就越丟越多 所以我會換一個完全沒有櫃子的 平面的鎖子 然後我現在在整理 已經整理一大堆東西走了 原本這個櫃子全部都是滿的 然後我已經拿很多東西去丟掉了 這個是等一下要分類的一些 紙啊然後塑膠的東西 等一下要做一些分類 然後桌子的話禮拜四才會到 那我現在先把它就是可以整理的先整理 不然我怕到時候花太多時間 會來不及 那我們就先繼續整理吧 嗨 嗨 妹妹的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早上了大概 五點多左右 然後我現在就要來趕快把我的書桌全部搬出去 因為我這邊還要貼壁子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就開始動工吧 不關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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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關鍵一下 好 好 我現在已經先貼一張壁紙上去 然後等下這個全部都會把它貼滿 那我現在趕快先來弄吧 我們壁紙呢大概已經完成 然後現在要來組桌子 桌子我也是第一次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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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啊我要把線材的部分就先接回去 然後包含我的筆電 因為我常常會帶出門 所以筆電的線再加上我只有一條 所以必須都要接明的 不可以接到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想看看 這些線要怎麼接吧 再來呢就是 把這個線的部分全部弄回去 我想說這個線到底要怎麼牽才會比較好一點 想不想 唉 想不出來怎麼弄呢 因為我這邊之後會放一個檯燈 所以有一個插孔是要永久給檯燈用 就可能這樣啊 暫時先這樣 暫時想不到 其他比較好的方式 然後還有我手機的 可以嗎 這些都只是暫時啦 之後的話 我想更好的方法 來把它 來把它弄好 不然這樣不太行 這線真的那麼長 沒辦法接送 這個檯燈 是我前幾天買的小米1S檯燈 感覺蠻好用的 之後的話會為大家做開箱 所以 記得關注我之後的影片 不對是 每一個都要 每一期都要關注 然後我的椅子 椅子的話 就是先這樣子 非常棒 之後的話 之後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在這邊 跟大家做一些什麼 簡單的開箱啊 然後 痾 或是說之後 頻道有直播 也都會在 這個桌子做 那 原則上就先這樣 還有很多事情要布局 就是 排燈啊 然後還有 我之前太多的東西 全部都要放回來 那今天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啦 之後 我會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就是關於我書桌 對 還有 我還有買那個 白色花盆 我要種那個 小麥草 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小麥草 如果有種過的人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種過的經驗 因為我是第一次種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蠻漂亮 所以 我想說 種一種之後 可以 放在我的 就是 這個桌子 應該會蠻好看 然後 現在 現在種子也還沒來 因為我找不到 我們這裡 哪裡有 賣那個 小麥草的 所以我後來直接網路訂 比較快 所以原則上就是先這樣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按讚 然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才能收到我的最新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